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4月11号周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满复盘 那么今天的大盘指数呢 是走出了一个缩量震荡调整的一个走势 基本上呢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 那么今天整体的指数没有出现大幅下挫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其他的板块呢 都是有所修复的 那么今天的一个资金面 我们整体的场内资金呢 一共是留住了55个亿 北向呢小幅的留住了25个亿 所以今天的一个指数 虽然说探底跌破了3300点 但是呢最终还是收到了3300点的一个上方 那么今天全天的最低点呢 3298点 距离下方的一个十字均线呢 也大概只相差了9个点左右 但是呢今天收盘依旧没有站上五字线 而我今天呢依旧没有去选择上车其他的一个标的 那么至于原因是什么 待会呢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首先呢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 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周一的市场呢冲高回落 按照预期没有继续攻击上方的压力位 而是选择回踩50线 至今呢也是加速流出 重新选择新的方向 对于短期的人工智能位置明显偏高 不少优质的标的呢也被错杀 那么市场重新起牌 接下来呢会逐渐回归到合适的位置 高低切换 至今快速流出 短期内会逐步震荡啊 寻找新的方向 而这种调整呢也是良性的 为了进攻更高的点位做准备 周一呢是下车了慢步者和张江这两只标的 上车了护垫 目前只有两层的一个护垫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只标的 首先是慢步者这只标的 那么慢步者这只标的呢 今天呢也是再次探底达到了20线的一个位置 有资金呢是再次做了一个防守 但是呢今天依旧收到了我们整体的十字均线的一个下方 之前昨天的视频也和大家说过 慢步者这只标的呢 从这里开始基本上呢都是稳固在以十字均线作为强力支撑位的啊 一旦跌破了十字线呢就要做一个止损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呢也是看 今天呢也是小涨了1.44 在找盘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大幅的一个低开啊 那么另外的一只标的张江高科 这只标的为什么没有再去选择继续拿了呢 因为试验了一部分数据以后啊 发现这里的一个数据也是跌破了20均线 而昨天找盘的时候呢也是早早的下车了 不愿意在这里面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处于一个小幅上攻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依旧是处于20均线的一个下方 那么目前的一个互电股份啊 这一只标的为什么今天没有去选择下车 同样的和慢步者同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一只标的目前呢从这里开始一直也是以十字均线作为强力支撑的 今天呢是再次冲高五字均线没有成功 那么目前只要十字均线不破都会处于继续持有的一个阶段 那么一旦跌破了十字线 同样和慢步者一样都要做一个止损的一个动作 那么至于为什么今天没有去上车其他的一个新标的 就是由于今天指数没有重新站在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今天找盘的时候呢也一直是在等待 那么大家明显的能够看到行情好的时候 指数上攻啊在这里的一个阶段 整体的赚钱效应呢也是比较高的 一旦指数跌破了五字线 那么指数呢就有继续回踩的一个风险 所以作为安全体现 那么结合整体的一个指数以及市场的一个人气 今天呢是没有上车任何一只标的的 等待何时指数调整结束 不管是回踩也好 还是等待指数重新站到了五字均线以后啊 那么下方的支撑比较强力以后 再去考虑上车其他的一个标的 那么这里呢也是给我整体的一个操作体系啊 是做了一个规定的 在指数的五字均线以上 我们再考虑去上车 如果说指数连指数的五字均线都没有能够站上的话 我们依旧是考虑做一个低仓位 或者是空仓观望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再接着往下去看文章 那么周至今呢大幅的流出超百亿 加下来观察市场的情绪 对于人工的智能的调整呢还会继续 芯片是否能否接力 再不可知 市场确定回踩到位以后 再去寻找新的方向 接下来呢要修炼非常重要的一课 就是学习空仓 空仓呢也是仓位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也是仓位管理的一个最高境界 学会耐心等待 寻找合适的机会 不经过空仓和控制交易的欲望是很难进步的啊 所以今天呢也是控制住自己交易的一个情绪 今天盘中的时候呢 一直在看一只标的 但是呢一直也是在看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没有去选择上车 如果按照以往的一个性格呢 回踩下方的一个五字均线 也就是直接去选择上车了啊 那么 那么当时看这只标的的时候呢 其实整体的位置呢 也是比较高的啊 最终呢还是没有去选择上 那么也就是由于今天的一个指数呢 也是没有站上我们整体的一个五字均线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呢也是学会了继续耐心的等待 继续选择去空仓 那么整体的一个指数呢 也是试探了周一啊 试探了五字均线的一个支撑强度 可能觉得跌破的概率很大 下方的强支撑呢 是在三二八五十字线附近 所以短期内先观察五字线和十字线的一个支撑强度 选择合适的机会进场 那么今天整体的一个指数没有站上五字线 所以导致不符合我上车的一个条件 指数没有站上强势的站上五字线啊 所以不符合上车的一个模式 导致今天看中了一些标的 但是呢依旧没有去选择上车 这也是为我的体系呢 从今增加到了一个封控的一个位置啊 短线必须选择上强势的标的 同时呢指数呢也要有一个上弓的一个动作 那么如果明天指数能够收在五字均线的上方 我们再去考虑去上车其他的一些标的啊 那么再接着看今天整体的市场涨停板的加速呢 也是有40多家啊 市场呢再次有一个高地位的一个切换 我们还是一直一直的去看 中文在线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上弓期 那么这里的一个中文在线呢 也是属于上弓期的一个主声浪啊 这里呢是新高以后连续的调整两天 第三天涨停啊 然后呢再次创进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主声浪的延续呢 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我们再接着去往下看 国卖文化啊 这一支标的呢 也是目前走的也是非常强的一支标的啊 也是跟着上海电影一样 跟着文化传媒 是再次处于一个上弓的一个主声期 美亚伯科这里呢 是没有出现涨停的啊 如果这里是出现涨停的话呢 那么这里呢 依旧是主声浪的一个延续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冰川 百威存储 最近走的呢 也是非常的疯狂啊 从下方的一个21的一个平台 连续的已经突破了 几乎是走了接近5倍的一个上弓趋势 每日互动啊 这支标的也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置选当中 万成这些所有的标的呢 我们都是当做观察器的一个标的 如果说指数目前占到了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 我们再去考虑这些标的有没有突破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再去选择合适的位置 做一个低吸 我们再接着去往下看 那么今天的市场情绪呢 其实还是比较一般的啊 由于前期的一个人工智能呢 也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今天很多的标定呢 都是属于一个短暂的一个主板啊 利人利装 奥飞 目前呢 应该是属于一个三板的一个上工期 那么当市场出现三连板 四连板以后呢 市场才市场整体的情绪呢 才能够逐渐走强啊 西子间呢 目前呢 也是三连板的一个走势 新华网 目前呢 是三天二板啊 也是属于一个主升浪的一个上工期 也再次加到自选当中来 金桥信息啊 目前同样也是一个主升浪 今天在盘中呢 也有朋友询问 这些标的可不可以继续持有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 给了一个肯定的一个回复 只要趋势没有破 那么短期来说呢 都是可以继续去在车上的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电魂 西藏 文泰文泰科技啊 目前呢 这个整体是属于一个汽车芯片 第三代半导体 那么在今天整体的市场上工的强度呢 也是属于排名第一的啊 那么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 那么市场呢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认可度 今天整体的新进资金啊 也是非常多 力胜体育也是再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上海电影目前走得非常强的一只标的 几乎是可以媲美剑桥科技了啊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自选当中来 我们一定要对这种强势的标的呢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关注度啊 寻找到市场的一个强势板块 那么再接着往下看呢 应该是没有太多强势掌停板的一些标的了啊 那么今天选择到的呢 也是有9家标的 基本上强势的标的呢 都会排在较为靠前的一个位置 如果有合适的低吸位置的话呢 不管是在盘中或者是在文章当中 都会及时的分享给大家啊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一个掌停板复盘啊 谢谢大家